有的时候啊 在感情开始之前呢 可能会设置各种条条框框 但是都是不如那一瞬间的心动 今天咱们舞台上为你 特别的定制了四款男嘉宾 接下来咱们通过大屏幕 根据四个词条 你来选择一下 一号是网络守门员 二号是快乐小狗 三号是稳定计 四号是并不全能 先二号吧 我也是一眼就看上了那个快乐小狗 因为我觉得性格会特别的好 开朗 对 人的生活嘛 就需要一些快乐 让你的心情会很愉悦 听妈妈的话 有请她闪亮登场 快乐小狗来了 非常养活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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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只雪纳瑞是吗 对 因为我们家养的就是一只雪纳瑞 这个小狗是我前天逛商场 我能逛我去买一件衣服 正好看到这个就剩最后这一个号了 这件衣服就在等待你 对吧 也相当于今天带着家庭成员小狗狗一块来了 对 那咱能不能先不聊狗 咱们先聊聊你 大家好 我叫李帅 我来自领海市委宣传部 我的日常工作是咱们领海的一些新闻的报送 新闻的审核 还有一些社群外宣的这些工作 我们领海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英雄情怀的一个城市 辽审战役锦州前线指挥所就坐落在我们领海市 淬炎镇 蜂牛屯村 这里呢 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里曙光升起的地方 在我们领海呢 有大漠五长城 龟山长城 还有寥带花塔 还有咱们最近特别火的小布达拉宫 我们领海也有着非常独特的一个自然条件 我们有离咱们北京最近的红海滩 还有我们特别独特的滨海湿地 最后呢 我就希望有机会在拉巴田田和 我们的女嘉宾一起去参加我们的标雪节 哎呀 这句话说的靠谱 先从相识开始 对不对 对